莫大哥 前面就是拳一眼了 你快去吧 我们都走到了这里 你怎么能这么随意 莫大哥 我早就说了 我对当拳手没兴趣 当了拳手 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村的 这天底下 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我都没见识过 没享受过 就这么绑在村里一辈子 我可不要 去年嫁过来的汉家姐姐 说了好多稀奇物件 我都想去看看 你说 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嫁给了我们村子的人 她以后 可都不能离开村子喽 说好了啊 要是你当上了拳手 以后我偷偷摸摸出村去玩 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 臭小子 算盘打得挺精的 也是 如果我成为拳手 那就可以 啊 这是什么 毒障结界 不对 这不是毒障的力量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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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敲了练法术 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 玩先要收一收 收什么呀 拳手肯定是你 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 法术 我白练 还有 别怕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没事的 没事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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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毒账 终于恢复了瓶颈 毒账 不动荡的时候 出现不明的弃偶和结结法阵 小姑姑和长老们无法进入毒涨 等他们赶到时 莫大哥已经 几个月后 我离开了瓶颈 我发誓只要找到赌账动荡的原因 我要找出害了莫大哥的凶手 安勇 我们都会帮你的 当年我只走到这里 前方不知还有什么凶险 我们拿起精神 继续前进 我看你会找到这里 我看你会找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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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面有什麼東西 使用戰鬥 哎 Module from th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吧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是疗伤圣品 剩一口气都能救回来 可惜当时没找到 阿勇 你怎么还在这里 快走 这里 很危险 莫大哥 他只是游魂 并且被大量毒物的怨念侵蚀 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我会的 他刚刚喊 血姑娘 不要伤害莫大哥本体 只要将缠住他的毒树毒草精堂 我就有办法让莫大哥清醒过来 好的 好 小心 等一下找到机会 你帮我攻破大哥 数据就击 来吧 结束了 那里就是五十灵命的核心 先击破它 好 想给我吧 剑法风光 来吧 来吧 上吧 怎么办 别躲啊 来吧 起疗室 快 怎么说了 好 快 顾手就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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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我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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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criar 是 2 3 1 先 原来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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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蛫 2 1 他被直面分裂修查死身体 已经失去自我了 谁不要帮他恢复 走啊 交给我吧 走啊 阿游 是阿游吗 阿游 你长大了 莫大哥 已经过去四年了 四年 已经这么久了 这些时日 我的意识大多时候迷迷糊糊 如行事走肉游荡 仿佛噩梦一般 不是梦 是真的已久 那时候 以你的修为明明可以活下来的 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我和小姑姑商线了多久吗 梦儿 你是她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唯一的兄弟 如果你有事 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她呢 王大哥 你可别哭啊 你不是自夸 还再厉害地走 也不掉一滴眼泪的吗 你没事 那我就再无遗憾了 她还好吗 很好 很好 不过脾气还是那样 当不当就训我 一定是你总惹她生气 我留在这里 只是想再看她一眼 这么些年 她多次进入渡城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到她 我就会回复一事 我躲着她 偷偷地看着她 这是我唯一的幸福 这是我唯一的幸福 还有 若我真的投胎转世 那孟婆唐一鹤 我就会忘记她的一切 我不想这样 莫大哥 小姑姑她 已经成亲了 那个人 对她好吗 阿勇 也让你担忧了 我这个做哥哥的 真是不称职 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了 不过看来 你也有了很好的伙伴 这很好 很好 莫大哥 莫大哥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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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哭就哭出来吧 好些了吗 接下来的失恋 必须我一个人去了 一切小心 你没问题的 我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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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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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逃避了 全面的毒草要性很强 若是用剧毒攻击 或许位数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试试看攻击毒草 不过许位数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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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拿到下轻道的由于小占空投入 和尽上轻辱敷 都不能回复体力了 不过许位数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道具有数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不过许位数就不能回复体力了 好 就快赢了 牙关 试炼者 辱尚前来 天地九泉 为六界灵脉之书 此生万物之人泉 众生平等共享 毒障之泉 那天下万毒 天下万解 相生相克 循环不止 辱若为权手 须向于启示 辱须誓言 守护毒障权 我发誓 辱须誓言 不得利用毒障权 谋一己私欲 我发誓 辱须誓言 不得利用毒障权 危害苍生 我发誓 若有为事 天地不容 我发誓宗 我发誓 桑勇 从此刻起 你就是独障的新任拳手 小莫那孩子 已经走了吗 小姑姑 你知道 这四年来 我在毒障内 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也寻找过她多次 但她始终未曾现实 卫淑大人告诉我 毒物束缚住那孩子的魂魄 伴随着她强烈的意念 变成咒 让她无法解脱 咒念侵蚀她的魂魄 早晚她都会魂飞魄散 可她总是躲着 我无从开解 只能寄希望于你 索性 还算来得及 现在 有你来送我们回去了 她们回来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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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好了 阿游好业的 阿游 好业的 阿游 好业的 阿游 好业的 好 我们有新任的独障拳手了 阿游哥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桑梅大人 还有事要交代新任拳手 我们就先回去吧 好 事关重大 如果不是阿游继任拳手的话 这秘密是绝技不能让你们知晓的 四年前 独障动荡之后 阿游离开村子去寻找线索 与此同时 我总算联系上几位拳手 我们发现同一时刻 其他九拳也出现动荡一项 虽然只有片刻 但拳眼皆被不明法阵束缚住 九拳灵脉停滞 任海拳手落前被告知 操纵力量的源头 就在这九拳之中 只是再多的 他也无法得知了 若再度发生此事 那六界空有大难 你们此行既是前往魔界 既是请你们务必打探 眼波的情况 小姑姑放心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只是 魔界广貌无比 你们可否平安寻到紫丘 又能否全身而退 前辈 修吾去过魔界 我们直奔天魔国 可减少同其他魔族 对峙的情况 若真欲敌 我们三人支援修吾 也可一战 况且魁羽也身中绝迷 天魔众一旦见到修吾安然 必会采到我们知晓解毒之法 他们想替魁羽解毒 就不会轻举冒动 有道理 他们那么紧张魁羽 肯定不敢冒险 可他们如果抓住我们 强迫啊又拿解药呢 既然如此 以防万一 这可风里雨珠拿去 此物可穿行六界 不过 只能来去已知之地 若遇危机 也可自保 多谢前辈 那我们先回仙侠派吧 防杀器的符文 需询问师父才行 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我们家怎么多呀 这鸡汤可太香了 我的手艺可是很好的哦 鸡汤可是好东西 第一天没喝完 第二天还能煮面吃 可香了 我和爷爷在家 也经常用鱼汤煮面 省事又好吃 这鸡汤可太香了 我呀 这鸡汤煮面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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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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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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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9 9 10 10 10 1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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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兵器交给我 我重新打造后 威力必能大大提升 出门在外 得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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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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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位独障是我们的职责 阿游这么年轻 你也不差呀 我听奶奶说 冰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 你怎么还在玩 我们家朵朵呀 这小子还在玩 呼售各种武器和护具 拿着防身 呐 拿着防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看着厉害 把兵器交给我 我 我 你小子孩子 这小鸟 咱俩子还在玩 我听奶奶说 冰糖狐鹿可是世界上 花油也找到 我记得之前在哪里 看到过石心草 有点大力 有点真厉害 小伯母 你要是海岸舟里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师妹 你回来了 师姐 我回来了 精神不错 看来没遭嘴 当日你走得不太情愿 姐妹们都非常担心你呢 多谢师姐关心 我没事的 师父在吗 我有钥匙想请师父帮忙 师父此刻应该在祭坛那里 你去吧 等等 谁说你能进去了 师姐 阿游他 仙霞派通行令牌 你们可看仔细喽 如假包换 真的是师父的通行令牌 阿游 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你从哪里弄到的 自然是我们英明神物的掌门师父给我的喽 这回 我可以进去了吗 卑师姐 可 可以 走吧 走吧 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 真可惜 今天二师姐不在 我还想让她也看看我的令牌呢 哎呦 你是认真的吗 按二师姐向来严肃的性子 只会把你丢得更远吧 好像很 真是这样 还好今天二师姐不在 对啊 对啊 这是不是我里面的 是 这是我我认真 连路的 啊 真是 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个人好无聊啊 师父 你们平安便好 卢龙府仪以后 你们就不知所踪 让真人费心了 我观上神安然无恙 上神所重之毒 人界罕见 师父您 我们村的事 神掌门也清楚 真人 小秋被掳后 天师们情形如何 此战虽大败天魔女 但天师们弟子 也损伤大半 还未及好好休整 孟章掌门 就派遣许多弟子下山 今后 他自己也行踪不明 孟章竟不在天师们 他此番举动 不仅将先盟事物 尽数荒废 就连二三位长老 始终言辞含糊 承蒙同道举荐 言下先盟事物 这么一想 天师们是有些不对劲 四年前 我在向神掌门求助之前 曾去找过天师们 我还以为 是他们没什么真本事呢 求助 我四年前搬来峨眉山下 为的就是求助仙侠派 调查毒账动荡时 出现的不明法阵 可是 抱歉 毒账权事关重大 当年我不能告诉你 没关系的 你也有苦衷 九泉之事 自当慎重处理 而仙侠派运助桑霞室 一臂之力 也正是因为 九泉千细甚广 若有万一 人界会受到波及 但你的性子跳脱不及 故 我也担忧会给莫晴 带来困扰 不会 不会 我和阿佑在一起的时候 很开心 既然莫晴如此说了 桑霞室 还望你好好护着她 若是她受到任何委屈 我不饶你 师父 阿佑没欺负过我的 我们还是先说说 更重要的事情吧 沈掌门 我们打算去魔戒找小秋 想求一个 能抵御魔戒杀气的护福 本派劝有致服之法 不过此服并不常用 是什么材料 青烟村废墟那带 徘徊着一种 被生鬼面的妖怪 他被击败后 鬼面会吐出 名为将忧的香料 那便是知府所需之物 好 我们即刻前往 我们即刻前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父 不被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服辱 杨师姐 你们丢东西了吗 不是我们 是师父的礼于玉佩不见了 玉佩 很值钱吗 没事没事 你就当我不存在 我见过 是很美的一块玉 师父十分重视 这玉佩丢失有一阵子了 近日师父先蒙事物繁重 师父本来就问门派担惊截律 要是能寻回玉佩 不错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连日来我们寻遍门派 各角落毫无所获 莫非有贼 不可能 这里可是仙霞派 对 对 二师姐说得对 既然门派里找不到的话 也有可能遗落在山道上 秦妹 不如我们去山门外碰碰运锦 玉姐姐说得对 那二师姐 我们分 也好 那便有劳你们了 还好秦妹曾经过那块玉佩 我们找起来不至于盲目 也是偶然了 我有几次找师父教功课 忘了敲门 看见他在书房里写信时 总是拿出那块玉佩 又有所欺的看着 玉佩是鲤鱼形状 十分别致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是不可爱 那是什么 我们先将跑步 这个就算清楚了 不用担心 这次全当教训了 怎么教训 小心被平安回来就好 奇怪 我怎么在这感应到了扶纸鹤的灵力 而且这灵力 似乎 在那 那上面还有东西 等等 那是 是鲤鱼玉佩 这么简单就找到了 好了 这玉佩够了不起啊 还能长翅膀飞 追 青梅 我记得 扶纸鹤 是你们仙霞派独门的传输之术吧 弟子若想传授他人 还需掌门首肯 除了我 你有教过其他人吗 当时我教月姐姐是师父破例统计的 应该没有其他外人学过此事 除非 是师父自己传授的 玉佩和纸鹤出现在一起 说明之前丢失应该与仙霞弟子有关 我一定是到了仙界吧 所以到底是谁在捣乱 这次真不是我 你紧张什么 又没有人怀疑你 捉住便知 你根本没有人怀疑我 陪伍比赛 他们有把纸巾 赶紧 提醒她 给她 平行 念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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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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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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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出去吧 D 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玩没玩 还有本来吗 他这是被包围了 先救人 不对 先救纸鹤 上吧 小东西还挺能跑 差点被妖怪吃了吧 还不快奉上玉佩 来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 这上面 好像是下了尽致 用仙侠竖法 应该能解 还好玉佩没有损伤 这符纸 情媚 怎么了 纸上有字啊 快说说 写了些什么 小情 想必信与真人有关 阿游 你莫偷看 好吧好吧 不看 嗯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把玉佩还给师父 糟糕 这符只是师父专用的信件 自己很陌生 应该是谁写给师父的 我竟然还看到了 希望师父不会责怪 小情 找回玉佩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 哎呀 总之见到师父再说吧 小情啊 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阿游 你别问了 我不会说的 也不会给你看的 好吧 那能瞧瞧玉佩吗 不行 不愧是我 干嘛学我 爷爷总说 不管什么东西 涮一下 就会变得好吃起来 不包括蘑菇 我已经打开 也就会变得好吃 好 我去 我自己 你 我 大 我 没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的 来吧 好 接受一下 师弟辛苦 举手而已 小鱼子 你们一家不都搬到峨眉山去了 怎么会在这儿 你还想顾地重游啊 是白姐姐还有阿游哥 我是仙霞派弟子白莫青 我受小鱼子母亲所托 谢谢哥哥 小鱼子 我送你回去好吗 现在外面很危险 现在还不能回去 我娘有个特别宝贝的镯子 凶兽来的那年我还小 娘光顾着抱着我逃命 根本来不及拿镯子 现在凶兽未除 她也不敢回来找 所以你是想帮你娘 把镯子拿回去 小鱼子想让娘亲开怀 白姐姐 不 我要带着镯子回去 要不 我在这里保护她 这里距离峨眉山的法阵也近 嗯 那就这样吧 客气 孙子被烧成这样 庄霞估计也看不出本来样子的 得找仔细些 嗯 算是这样的 ticking ticking哑 一尾 猛 rolled 二 remembered 香港聖门 然后可以 是啊 便宜 啊 你们找到了吗 虽然庄霞外面烧坏了 但镯子还是好的 赶快拿给小鱼子吧 真的找到了 几位修为高深 小鱼子的娘估计也等急了 在下就不和各位多聊了 哥哥姐姐们再见 有空来我家玩呀 总觉得 怎么了 我想起来他是谁了 我刚拜入仙侠派的时候见过他 那时正是先蒙组建之时 只是没过多久 清传弟子 不会是犯了什么规矩 下次要是还能见到他 还有 我来陪伙你 这个吊墙粘酒师修 大家小心些 看着点脚下 好 姑娘 那凶兽已出 画 没想到上神不仅容貌英俊 还如此骁勇善战呢 如此一来 我们一族 又可以继续在这迷幻花海中 继续生存下去了 仙兽 可否再说详细一些 那小家伙身体滚圆滚圆的 那小家伙每逢此地毒果成熟时候 便会飞到这里来吃那些毒果 好 专吃毒果的仙兽 月姐姐 日后若是有时间 我们便过来看看吧 嗯 不知那仙兽最近可曾再来这 师姐 事不宜迟 是陆陵 难道 先救下他 看招 我来顺劲 刀他好强啊 玉莲环 还有身上这些是 明树门的法器 您就是古柏前辈 明树门的后人 你来这里 是为了抓我回去吗 不是 前辈 之前明树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 我们万分抱歉 如今 明树上下已醒悟 不会再作恶了 我受明树门极大压迫 你们早就是一群蜂魔之人 岂能真心向山 古柏 古柏 解气之人深固 契约便应自动解除 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树门 几代之久 哼 你 也是玉玲 难道你不知明树门中有一法术 可将玉玲契约转移给指定的人 这便是 子子孙孙 无穷尽严 无耻 我身上的这些法器 也是做禁锢之用 重获自由后 法器断裂剥落 但因年岁过久 有的便一直欠在我身上 虽仍有刺痛 但与自由相比 这痛何其轻微 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 早日成仙 你们走吧 古白前辈 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 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物所扰 哦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弥补明树门的过错 嗯 古白 我跟着这个小丫头 就是为了观其言行 看他们是否真的改过自新 他和以前那些明术贼子完全不一样 你大可安心 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他 让他学会真正与御灵共享灵力 你若想成仙 也不妨和他定下契约 更利于修炼 我与其他御灵皆获益良多 阿湛前辈 哼 本山神只是想帮帮古白而已 你真心实意想赎罪 是 好 那便与我签订契约 帮助我继续修炼 多谢古 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 徘徊山林之间 虽能平静度日 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 你明术门既然愧对于我 那就助我 完成心愿 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 重新解气 我并未原谅明术们 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 是 我明白 好 拿到酱油箱了 回去和真人报告吧 我本来是你 你别小小蜢子 我 我 来了 太骑髅了 习不愧是我 干嘛学我 他 我 他就都好强啊 三妹真火 真厉害 不愧是我 明天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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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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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转 结束 姐妹 坐 做得很好 招 漂亮 做得很好 三倍生火 准备 做得很好 完成 小心 军巧的小哥哥 去附近看着很多漂亮的花 puds que si 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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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也想再玩一局吧 小哥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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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动作轻一点 莫要惊吓到仙兽 果然是五毒兽 还有 您认得这仙兽啊 五毒兽可是非常罕见的仙兽 世间守剑 他常年以百毒为始 以自身灵力孕育而成的五毒珠 更是可解天下奇毒 若是凡人将五毒珠佩戴在身上 可是重蛇莫见 百毒不侵啊 他好像注意到这边了 他似乎并不 仙兽 我乃专丝玉灵之术的名书门弟子 不行吗 嘿 小家伙 地结共存契约 可是对你有莫大的好处啊 你现在这么弱 这灵力共享之术 能让你修炼事半功倍 别先拒绝呀 五毒兽大哥 你要是跟这位姑娘建立契约 你不会是现在就要赌果吧 你将他弃走了 哎呦 和五毒兽缔结契约这件事 你为何比月姐姐更着急 哎 我之前不是说 五毒兽身上的五毒珠 是天 毒杖权内有天下百毒百解 是不假 苗疆医术一毒不分家 眼看着我们的敌人一个赛一个的强 哎呦 没想到你考虑得这么周全 那当然 有几位毒妖我想要很久了 可之前没寻到办法克制毒性 不过谁又能想到现在能遇到五毒兽 月姑娘 若是你能和那五毒兽缔结御灵契约 我是没什么意见 可以要他同意与我签订契约 况且 现在他又离开了 这个别担心 我在他身上放了一路风 这小家伙跑得挺快啊 去了哪里 在东北方位 师姐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去寻毒果 再去东北方位寻到五毒兽吧 我房间里应该有些珍藏的毒果 那 五毒兽好可爱啊 圆滚滚的 好像一个小山竹 真想揉揉他的脑袋 等到他逾越姑娘节气 脑筋里是 你还没说 我现在经常一刀 Gulf 我还没有不错 你还没有不错 你还没不错 你还没错 你还没有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